台灣影劇圈大團結 資深導演王小弟 號召蔡明亮 陳玉勳 徐永寧等 金鐘獎金馬獎A咖導演 一共八位名導 一起成立表演教室 要為台灣的影視產業培育心血 表演教室成立當天 張愛家 柯一鎮等知名導演 到場站台立挺 青壯派的星光 包括藍正龍 周又廷夫妻 張氏 蔡灿德 林美壽等人也來站台 氣氛熱絡 有如同樂會 突然想到以前什麼楊德昌 柯一鎮 我們那個年代大家很團結的時候 可是時代就一直不停的在變 可是我的心中還是很希望就是說 影劇圈要繼續的團結 這麼多年來 其實有好的時候有不好的時候 有表面風光的時候 那我們還是在一個比較困難的時期 我可以看到現在大家聚在一堂 又是一個團結的開始 表演教室首播徵選新人 推出長達至少一年的培訓計畫 還請來林美壽和張孝泉合拍招生短片 十分吸睛 片中張孝泉飾演愛玩音樂的警衛 在林美壽的鼓勵下 一度大解放 變身濃裝Rocker 最後他乾脆辭職 去表演教室報到受訓 釋放探索自己的表演天分 我們結合了很多表演界的人才 尤其是傳統戲劇方面 我們真的希望 我們可以打造一個平台 我想表演不只是專業 我們覺得它也是 很多人生活裡的自我成長的一個 其實是一個很好的課程 八位導演表示 這個訓練基地 籌備過程超過一年 八個人喝了好幾次咖啡討論 幾次廣益 不過要達成共識很不容易 過程就是不停在吵架 不停在互相在想什麼樣 台灣的整個演藝界 有一點都在打遊擊 零零散散的 但是如果你真的要打一個 比較漂亮的整體戰 我可能覺得回歸到 每一個人的能力在哪裡 大陸啦 香港啦 還有韓國的很多 現在很多演員都很優秀 那我覺得我們台灣 好像也應該做點什麼事情 不要一直浪費時間 然後我們就一起集合起來 貢獻一點力量 八位導演有八種 不同的思維和要求 表演教室希望藉此 給新人更全面的訓練 拜託目前常出現 邊拍邊教戲的窘境 提升演藝人員的專業和內涵 讓他們登上舞台 更有競爭力 中央世界的張志豔 王一文 台北採訪報導 你這樣子單手拿得住嗎